领航员的刀战术 3号 4号和5号球员战成L型 2号球员绕过两个掩护到对侧位置 1号球员将球传给5号球员启动战术 接着 3号球员为4号球员坐背挡 4号球员绕过掩护切入篮下 由于阵型的安排 此时篮下无人能够协防 给4号球员创造了良好的得分机会 这是要战术的第一选项 哇 那在第三节 想要扛起这个得分的重任 直接往蓝底下交林郑 来空中固定这两分 相对一点 这边还是坚持他们的 他们更多的团队合作跟走位 制造出简单得分的机会 哇 这两场比赛 Game4跟Game5打出了一个林郑 对 慢慢打出他的信心 不只在篮板上面的保护 还有洋将的防守外 现在慢慢有外战的能力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 留言和订阅 此外 如果你想要斗内这个频道 欢迎你加入成为会员 感谢收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